菲華青年服務團總團部在季順市 舉辦了第二屆射箭訓練營 聘請多位經驗豐富的菲律賓射箭好手 擔任教官 吸引八十位服務團成員參與 學員們都表示透過這次課程 收穫滿滿 參加射箭訓練營的菲華青年服務團成員們 陸續抵達射箭場辦理報導手續 已舉辦第二屆的射箭訓練營 吸引八十位團員熱情參與 擔任大會主席的菲華青年服務團 總團部副理事長葉清奇 首先向大家說明活動主旨 希望藉由射箭這項運動 讓大家鍛鍊身心之餘 各分團的成員們也能以見會友彼此交流 射箭這項運動在菲律賓射箭 非常流行 很多青年人對這種運動有興趣 其實這個運動真的有很多好處 它不但有端年身體的功能 大會主席葉清奇主持開箭儀式後活動正式展開 學員們一一穿戴射箭護臂套 領取弓箭 準備就序後椅子排開 仔細聆聽教官們說明射箭廠安全注意事項 弓箭介紹 射箭姿勢 瞄準方式 拉弓及射箭技巧等課程 為了達到良好的訓練成效 訓練營特別聘請多位菲律賓經驗豐富的射箭好手擔任教官 在教官們的耐心指導下 學員們各個架勢十足 動作俐落 這次的射箭訓練營課程 不但學習成果顯著 也增進團圓間的情誼 臺灣宏觀電視王詠欣 菲律賓季順士採訪報導